今天来介绍一下GINI加教练的功能 那首先呢就是从这里进去 并不是从这里哦 这是教练的操作页面 加教练要从这里进来 那点这边再点什么呢 个人档案 好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个人档案资讯 那接下来在右边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加教练的按钮 把这个点下去 那这里就会新增教练的一个这个视窗 那这边就把你教练的视窗加进来 那注意要大小写有别 所以这边的话 例如说我的这个 我的email是有A跟C大写的 这样子加进来 这样子就成功的加入教练